大家好,我是小熱 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用東東東三兄弟這個任務來賺錢 我自己平均下來包括把素材賣掉 一場賺的錢大概是五萬塊左右 那要刷這個金幣之前 你必須要先準備一樣東西就是倒略衣裝 那穿上倒略衣裝之後 你打怪的期間他會有機率掉落這個幻金道具 你減一減之後就可以回家販賣 那一場的幻金道具大概都會有三萬元左右 加上你最後結算的這些材料把它賣掉 大概一場就可以獲得五萬塊的金幣左右 如果四個人刷的話大概一場也就四分鐘左右而已 四分鐘就可以賺五萬塊 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那在一開場的時候 由一個隊友下去把怪物引上來 那大家就在上面的平台這邊刷他們的掉落物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炎賊龍他的火球 他的範圍非常廣 然後還有這個大凶惡龍 他的麻痺屬性非常的反應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是能帶免疫麻痺 才不會打得太痛苦 打完之後就會發現滿地都是這個掉落物 這時候好好撿一波回家就可以賺錢了 還有一點就是建議大家都用段數高的武器來進行狩獵 因為段數越高的時候 越容易掉這個幻金道具 好的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介紹 如果有什麼更好的建議可以在下方留言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 在這一次的介紹 公開電話 接著人們那個新的聲音 不會被他日常我們 停車